十多位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的长辈们 认真将宝特瓶盖及瓶盖环拆开 这些长辈是来自清水静思堂 长照据点的学员 每周四上午在据点上课 下午来环保站 已经坐了三年多 接着一次课程想说 我们是要做手座还是要做环保 然后那个长者的意愿就是说 一口同声说 我们要做环保 这项游益身心 又能爱护大地的户外课程 获得长辈家人的认同 80岁的黄奶奶跟先生一起来 两个人是长照班同学 也是环保好伙伴 我们都放电话 在那里这些是比较快乐 这有点电话 好像辛苦 多吃饭 84岁的施奶奶是独居长辈 每周一次 两小时的长照环保课程 是她最期待的时光 虽然我一个人 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在一起 好像一家人一样 每个人都欢欢喜喜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缩小很快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一天他们只要到两个小时 他们就能够捡差不多 四五千只 从一开始的不曾接触环保 到现在动作熟练 长辈们走出长照据点 来到环保站 各个精神饱满 身心健康又充实 大爱新闻张国丹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